駕駛開著車在狹小的山路上 看到前方衝出一輛機車 駕駛放慢的速度 打右轉準備會車時 騎士為檢數直接撞的上來 倒在了路旁 車禍後駕駛交給保險公司處理 沒想到後來警方通知 騎士告他過失傷害 照澤比是5比5 由於當時沒有提供行車記錄器 因此問駕駛 需不需要重新申請照澤鑑定 駕駛認為是機車來撞他 怎麼還有一半的照澤 記得把畫面PO上網 請網友評評理 行車記錄器拍下 當時機車騎士 居然在滑手機 發現前方的轎車時 才慌忙地把雙手放在把手上 準備煞車 但為時已晚直接撞上 影片PO往後 網友都為他打抱不平 這打臉了啦 滑手機還想要5比5 你的車都停了 機車未注意前面才撞上的 有人更建議 對方因為你沒提供行車記錄器 才敢提告 現在要將畫面交給鑑定中心 提醒民眾 車禍發生後 最好能提供行車記錄器影像 給警方自保 減少日後的麻煩 記者何孟清張新竹報導